欢迎收听直北珍 我是跟你一起指方向找故事 没有人生的说书人 今天直北珍这一集非常开心 因为来到了这个录音间现场 是明星科技大学 非常厉害的大学新生态的这个录音间 在我面前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教授 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 这么多教授坐在面前 害得我非常非常害怕 但是我们也没有重金 但是邀请了三位不同领域的教授 我们待会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个 老师们在自我学习 自我充电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话题 那现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现场的教授 先从我右手边的这个老师开始 嗨 大家好 我是明星科技大学 时尚与造型系的董志廷 董志廷老师 大家好 果然董老师是很时尚造型系的感觉 在现场我们看到有时尚造型的老师 来 我们换到我们左手边这位老师 嗨 大家好 哇 现场人山人海 我是明星科技大学运管系的江志章老师 大家好 好 运动管理也在这个明星 也是非常夯的一个科系 尤其在这个风气非常的盛 所以等一下应该也有一些 这个话题来跟我们分享 好 接下来换到这个运动完了要吃 大家好 我是明星科技大学旅馆管理 厨艺创意系的妮扣梁老师 好 谢谢三位梁老师 董老师时尚运管 那今天为什么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 因为今天老师们在这段期间 他有做了一个小小的研习 各位听众你可能不晓得 同学们在寒暑假你要自己进修 老师们最近也都非常非常的热烈 自己在不断的充电 那在暑期里面明星科大 其实有一个创新科技在服务产业 应用这样子的一个研习 老师们也在这边很辛苦 好几天的时间 那我想要哪位老师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几天你们大概有经历过哪一些课程 我们先请时尚系的老师 来 时尚系老师 这几天你上了哪一些课程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也比较贴近我们现在时下年轻人 会自己创作就是我们的LINE的拍贴 对 那我自己本身自己有玩一下下 对 那说也 老师有出头贴吗 我还在制作中 我还在制作中 有做出来记得通知大家 好 一定 那说也很奇妙 因为这个LINE的拍贴 一开始其实也是系上的同学 教我的 是 对 跟系上的同学 然后聊天 接触 他说 老师老师 下一个新的软体 很好玩 然后他就分享给我看 他们制作的拍贴 就是其实他们私底下 学生也有学生用语 对 没错 我觉得我们 老师到了吗 经常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从学生身上 得到一些我们不晓得的东西 对 时下年轻人的话语 也是我们也不太清楚 他们在聊天中 他们在讲什么 太空语我都听不懂 那也是因为经过拍贴 然后才了解 原来现在时下年轻人 在玩这些 也蛮有创意的 所以老师对这一块拍贴的 这一些新的这些设计应用 有蛮深的印象 另外两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比较印象中 自己收获 或印象中比较深刻的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课程 那当然是今天老师 黄老师以上的课啦 这个我们没有say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我们不是有先 那个预录一下我们的声音吗 是 我还是真的第一次从耳机里面 听到我自己最原始的声音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学生不怕我 老公也不怕我 就是我发现我 太温柔了 不是 太幼稚了 会吗 跟我年龄不符 我刚刚第一次你放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 奇怪怎么 这么吓人 这么不够威严 可是平常老师们在上网课 你们没有monitor自己声音吗 没有就这样上啦 觉得时间不够 然后学生好像挂在网上 就忍不住想要一遍一遍上 所以今天的课真的是 满满听验性满高的 因为平常大家上网课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 大家平常没有去习惯 去monitor声音 是因为 它可能需要经过一些设定什么 才能够让你的声音 不要延迟 不然你那边声音延迟 lag你听到的声音 其实是没有办法同步讲话的 我试过 所以一般你们就 大家就直接就不是 因为这个是你现在听的 现场我们这一套系统 你是直接的 直接的monitor声音 对 对 所以你就会很直接的 听到自己的声音 没关系 那回去之后可以听一千遍 来 老师 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的 除了刚才大家所谈到的这些 有趣的课程之外 我想我们的课程 研习的一个主题 就是有关于这个 音法族和音法产业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根据联合国的这个定义 在2025年 我们国家将要迈入一个超高龄的社会 所以针对这个音法族这一块 我们其实大家都应该 更加的注意跟去学习 因为我想大家都会 面临到自己的老化 那其实家里面 大家也都有父母亲 那其实这个 这一块领域 其实大家可能可以有 更多的心血 心力去做一个学习 那在我们的课程当中 比如说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有参与这个是 VR跟AR的这个体验 那其实这拜科技之士 这些运动 我们都希望说 老人家可以活得更有尊严 然后可以更健康 那其实怎么样去延缓 他们这个生理上面的退化 心智上面的退化 那我想这个 借由这个运动 这个所谓这个 简单的这个运动 不管是精准运动 或者是这种 所谓徒手运动等等 让这个老人家能够 能够 更能够延年益寿 我想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议题 那我想说这些科技 其实可以帮助大家 避免就是 因为以前有些运动 可能必须真的要 实际上去从事 就如同我们受到 这个疫情的影响一样 对大家很多的 以前的户外的活动 都可以室内的 在居家也可以做一些操作 甚至你徒手就可以操作 今天都要借用器具 那我觉得这方面的学习 对我们来讲是 注意非常大的 我好像怪不得我上个礼拜 听这个游峰吉老师说 有一个什么运动品牌 然后有一台车子 开过来让体验 是这件事情吗 原来无始 我串起来 因为果然 其实我真的对这个 这学校老师 虽然我们平常 在学校也是兼认 但是我真的 现在就发现说 我们这个 证词老师 真的非常认真 这个暑假 花很多时间 在充实自己 然后也找到 很多新的资讯 刚才其实这个课表 我看到 我自己就很羡慕 你看又有这个 除了刚才老师讲的 就是VR AR 然后运动的结合 然后那LINE的这个 怎么样去做一些贴图 什么 那个其实不错 就是说 反正搞不好还有机会 就是赚一些小零用钱 让大家下载 听起来很好 对不对 那比如说这Podcast 其实让大家多一个 这个媒体的这个管道 我刚才上课 还开玩笑分享说 那以后我们就 老师自己录一段 然后变成学生回家 你用听的作业 好像也是一种新的方式 那这些里面还包含 这个影像拍摄 数据运用 地理资讯等等 非常非常丰富 所以听到各位同学 如果你现在 有想要选择学校 我们现在开始 帮这个明星科大 业配一下 没有业配 我们就直接来推荐 这个学校 其实有很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 老师的一个进修 包含他们自己 希望能够 自己有更多的内容 那这个过程 我再一题请教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访 另外一组的老师 那三位 那我想在一个题目 再请教三位老师 就是说 我们刚才你是来学习 你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你现在在教学过程当中 跟这些所谓的新媒体 或者新科技 你有沒有发现一些 就是冲突 或者是 就是运用这些 跟这个科技的时候 在接轨的时候的一些困扰 还是说 还是有没有一些 你觉得有帮助的地方 科技帮助你 教学上课的 这些东西 有没有一些实力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各位现在都学新科技 那有没有 过去有没有发生过 我们运用管系的老师 看起来有一点 那眼神有含情默默 看向我 来 这个世代的沟通 最高的境界 就是用眼神的交汇 是 果然我跟 您了解我 对 分享一下 那我们也一样 希望学生了解 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了解学生 所以其实 藉由这个新科技 比如说在这个疫情的影响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远距的教学 是大家普遍使用的一个 替代式的教学的模式 那我觉得它一个 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 其实它 打破了时间跟空间 上面的一个限制 还有它可以帮助我们学生 万一它在 客人上面 它中间有一些 时间上 它没有办法配合的 以前在实体上课的时候 可能它就是 直接就缺课了 但是在 这个远距教学的 这个工具辅助之下 它其实它是有 这个录影的功能 所以同学 它可以自己事后 再去做一些 课后的这些补救 它自己可以再花时间 再把它学习起来 所以就不会因为它漏听了 某一个部分的 这个课程的内容 导致它 衔接不上 然后它就可能就 兴趣就缺缺的 继续往下去做 它的研习动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 很大的帮助就是 它可以把它录起来 所以之后同学们 就可以再来做一个 一个学习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补助 当然还有其他的媒体 包含一些影片 影音的这些 包含像我们的广播一样 都是可以再让同学们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就是有声音 然后有影像等等 这些辅助 其实它更生动 印象也更深刻 这比文字上有更大的 一个学习上面的一个效果 好 刚刚就在老师这段 访谈过程当中 跟大家分享 现场天空飞过是 幻象两千 这个就是明星科大的 一个非常特色 就是你经常可以用 听声变位 看飞机在哪里 可以训练一下 刚才老师讲的一个重点 其实我非常认同 我觉得网课这件事情 蛮妙的 反而倒过来讲 学生倒课率会更高 或者是说 搞不好会帮助到 某一些学生 因为学生现在用资讯的工具 就是越来越发达 他搞不好用手机在家里 躺着上课 对他讲是最舒服 搞不好 他真的这时候 有很认真上课 我不晓得这段期间 疫情期间 运用科技或者是网课 其他两位美女老师 你们有什么 遇到什么 有什么见解或看法 你们觉得上课 对你们来 像这种网路课程 对我们是比较 比较舒服一点 学生效果比较 还是比较差呢 还会先来 我们时尚系老师先来 其实网课对我来讲 除了说影片可以回放之外 我个人觉得帮助 对我来讲比较大 就是吹脚作业 对 我也用过这个功能 我觉得好棒 我就一键下去 有没有 该吹脚的 他就把我通知到 那学生也会很主动的 就说 老师那我作业 什么时候要补教咯 我觉得这个很方便 不用跟以往说 我还要打电话 一个通知 确实是有差 你还打电话 真的是认真的 老师 我会残赖 没有我会打电话 我就直接当掉了 我后来 知道原来老师 需要这么认真的 这个照顾小孩 因为有时候 他没交作业 我真的看一看 算一算 所以我想说 奇怪 为什么我以前 那个当课 当掉率都二三十% 那个其实蛮可怕的 我后来 就我有检讨我自己 要去吹脚 对 我觉得吹脚的作业 这个很棒 这个功能 对我来说 来 老师 有没有科技在运用 我觉得其实对我最大的冲击 就是因为我的课 是比较助理财经会计 经会计筒方面的课 我记得早期的学生 都会很奋力地敲笔记 他很怕漏掉任何一行过程 可是在大概十年前左右 突然我有一天上课 是有很多人拿起手机拍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 奇怪怎么台下 一直举着手机拍 我本来没有注意 大概十年前 这太美了 没办法 不是啊 在拍我的黑板 然后我心里想 你回家看得懂吗 然后可是我这两年的疫情 也是同样跟刚刚前面 两位老师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其实也是一直要进步 那像尤其是这样 树立的课程的话 你要学习到很多动画的效果 它才不会荡在那个荧幕上 根本跟不上也不想听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提醒的效果 或者是提示的效果 像我们都觉得 我们这两年很多老师 应该都已经转公多媒体 还有各式各样的那种动画的 这种学习的音效果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 说真话 我们其实是被动的 因为我们希望跟学生贴近 希望他在网络面前上课 也好像是在看他喜欢的影片一样 对 谢谢 好 谢谢老师 我相信这一波疫情 然后其实反而是产生一些科技 我们去重新思考 怎么样去运用这些科技的东西 不要被科技运用 在教学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些工具 来 三位老师还没有针对 最近的自我充电以及科技应用 有要再补充的一些内容 好 没有的话就是代表说 我们这一集的这一趴 我们可以先到这边 因为今天很开心 有很多老师在我们现场 只可惜我们现场的 麦克风的设置跟时段限制 大概只够做这样子的一个 简短的一个访谈 这个节目期待 就是让每一位听友听听看 你虽然不是老师 可能你是学生 就一看老师的世界 他们也是在自我充电 然后在运用工具跟科技 他们有些想法 我们等一下再来听看 另一波老师们 他有什么样一些精彩的分享跟回馈 那这一集 简单的这一波就先到这里 我们来期待下一波的老师 那三位老师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 拜拜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面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接下来这一段 我们持续来到我们现场 又有三位不一样的 明星科大的教授在我面前 那我先让这三位教授跟大家打个招呼 来 从我们院长开始 大家好 我是明星科技大学服务学院的院长 今天在这个节目上 我们将分享 服务学院本身 未来要发展的方向 好 谢谢院长 来我们换的是林老师 来跟大家介绍他自己 大家好 我是明星科技大学 企业管理系的林永珍老师 我是做创新方面的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 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后面的话 我希望能够分享一些 我最近的一些经验 提供大家做参考 太棒了 待会要跟老师挖一下 应该有一些创新 或者是科技创新的东西 来我们请蔡老师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观众大家好 非常高兴在自卑珍这个节目 分享一些经验 希望在运动健康春节这一块 能帮助大家 谢谢 这是一个非常火红的题目 运动健康这个领域 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健康 而且运动在台湾的风气 也非常盛 我们大家听听看 在教学这一块 有什么一些创新 或者是科技的运用 第一件事情 我要先请教三位老师 因为我在这几天的活动里面 我发现三位老师 现在转身一变 变成学生了 这个非常敬佩各位老师 这个炎炎夏日 不单要做自己的研究学术 而且同时还要进修充电 在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科技 创新科技在服务场 应用这个研习里面 大家也很认真参与 而且你看我们现在 直接来到我们录音间 来做这样的一个录音 那我想先请教院长好了 这么多的这些课程 您非常认真在 而且我说真的 我打中心里敬佩院长 因为有时候听到院长 长自己的 上课就是上课前面签到之后 就说很忙 公务就不在 院长从头到尾都在 一直在陪着大家上课 而且自己很认真在学习 院长这段期间 你有没有哪一些课程 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谢谢主持人 其实这个研习营是由我们服务学院 由主任所举办的 那主题是创新教学 那实际上科技在进步 很多的这些教学的方式 必须要配合着科技的发展 还有政府的一些 发展的这个措施 比如说现在政府在 有关服务这一部分 它主要有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 创新的智慧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 创新的长照2.0 那有关这方面的 这一部分的知识 在服务学院里面 各个教学单位 大概就会朝这个方向 然后让现在的 在学的这些年轻人 可以接受到这方面的知识 希望这些 藉由这些知识的传说 让我们培养出去的年轻人 能够马上为社会上 各个行业所能够接受 这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 毕业以后 能够很顺利的跟业界来接轨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 希望做创新教学这个区块 让学生真正能够 学习到新的知识 好 我刚才也听到关键字 这个智慧服务 然后长照 其实这一块在台湾 目前都是 据我理解 像我自己太太本身 在长照这个领域 她这个是在服务的机关 其实是专员这个部分 专门在做审核 那我去问她 就说现在很缺工你知道吗 长照很缺 这个他们有分ABC 这三种单位 然后其实真正执行的 其实很缺 这个市场其实大比很大 我去年听说 光台北就七八百家的 这个长照公司成立起来 所以她这个在服务的领域 其实是很大的一块 没关系 这个待会我们再继续来 请教院长 那这个长照运动这一块 我想这边直接也来跟我们的 这个运动健康这一块的领域 蔡老师来请教一下 我先了解一下 老师您在这个研习里面 认真上这么多 这些科技跟创新 你有没有哪一些比较 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课程 现在目前科技类在 其实在运动里面 是非常的广泛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 这个Apple Watch 因为很多的东西变成是 监测心跳 这些基本的数据 已经就输入在我们日常应用的 这种穿戴式的东西里面 所以呢 再来进步一点的 就是现在大家实在在流行 像这个VR的部分 可以跟着互动性 那第三个就是说 这些数据的应用来讲 对于现代人或是一些 我们长辈老人家这部分 其实对他们有非常好的帮助 尤其在疫情之下这个状况 所以听起来 接下来贵系在未来的教学上的话 在这些科技的导入看起来 也有一些想法了 对 现在目前已经也在跟厂商有一些互动 希望把他们的科技之后 应用到我们实际教学里面 让我们的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 学习过程当中 他以后要就业的时候 已经有具备这方面的知识 就是我到我这个毕业是适同就业 就是说我现在跟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接轨 就是直接就是直接无缝接轨的方式 好 谢谢老师的分享 其实就是说这个课程里面 可能有老师自己自己在进修的过程当中 也获取很多新的知识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创新管理的专家 林博士林老师 来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一次的研习里面有哪一些 或者是哪一些新的科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 你戴上一个眼镜之后 你就可以在里面进行运动 或者是一个闯关的这个项目 那这个的话在我未来的话 教学如果可以把我要教的东西 变成是你闯关 每一关要破关的时候 要会那个某一项技能的话 那这样可能可以引起一个学生的不少兴趣 那另外的话在我们的LINE的贴图上面 那我们自己去做一个你想要表达的一个图 所以因为学生现在都很常用LINE问我问题 那我们要答很多的字 那如果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就可以把我常常会遇到的 这些要回答的问题 就先把它做成贴图放在那边 就可以更快速的去回答学生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都是对我未来的 可以很有帮助的 那另外在研习当中 还去跑步做运动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这个是这次的很特别的地方 我刚才听到一个不错的亮点 以前我们常常在用的是LINE官方账号 做关键字的回答 那老师更进一步 回答的时候直接有贴图可以回答你 这个还蛮炫的 而且真的是 其实现在当老师蛮辛苦的 我讲实在话 因为疫情期间各位都要变成网红 然后你还要去懂很多影音的东西 然后直接就数位窜接 然后其实也有好处 我感觉我们实体面对学生 可能学生的接受度 透过荧幕面对学生 因为社会时代真的不一样 有没有发现说 我们透过荧幕来面对学生的时候 其实学生的反应 或者什么 其实有些东西不在我预期里面 我想请三位老师特别再聊一下 就是尤其在疫情期间 也运用很多科技的工具来进行教学 那各位在这段期间 你有没有值得一些有趣好玩 或者说比较难忘的这些教学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 我想请院长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谢谢主持人 我想刚刚林教授所提到 这次在原型里面特别也使用AR跟VR 还有Nine这样的一个比较新的教学的模式 这个有别先前我们在课堂上的 有老师单纯的是单向的 在跟学生教学的这个方式 那透过科技的这个进步的话 我们利用很多这些创新的科技 然后引起学生在线上教学的话 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那就是在实体教学方面的话 其实用创新的科技 可能可以更让学生了解到 科技本身的进步 那对往后他在就业 或者说他学习方面 应该会有更有实际上的效果 感觉学生 尤其年轻一点的学生 他们喜欢的是工具 不是内容 内容是要先有工具的导入 反而让他先借用工具之后 对内容产生一些兴趣 我不晓得在健康这一块的领域 就是我不晓得学生 因为这一块毕竟 我也比较陌生一点 健康这个领域 然后这一阵子老师 在科技这些导入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学生一些特别的现象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首先学生的感觉 就是实体的教学 跟远距的教学差别性 因为在运动健康处境这一块 基本上大概都是 所谓的实体教学为主 我正好奇你们那个东西 怎么样去做线上 其实我们有 一样跟有些节目 YouTube的节目是一样 它是连结的 它是要跟着这个YouTube的 这个影片来做活动 那第二个就是 做完了之后你自己的回馈 等于即时的回馈 这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看不到学生 他有没有跟着 但是他的回馈 他有些学生反映说 老师好累 体能真的不行 我说那就表示 你身体的机能是很差 因为在疫情之下 很多同学基本上 大概都远距教学的比较多 所以实际上在实体 身体的操作这一部分相对就减低 可是实体教学 你们叫运动健康促进 其实老师看得到 所以理论上 像你的问题就特别多 因为你怎么知道学生 真的有没有偷懒 有没有真的去 达到老师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因为有些东西可能要学生实做的部分 是 因为这里面我们会测一个很简单的心跳率 如果你自己有跟着做的话 你的心跳率 那你真的有达到一个目的的话 这心跳率的恢复 恢复到正常之下 如果你真的有做 你就会那感觉 如果你没有做 很简单 你测不出来 因为没有这个上下 心跳率上下起步的关键 所以其实还是有些科系 比如说感测系 sensor的导入 然后能够同步回传这些数据 然后让这件事情能够真正的去做一个monitor 对 看起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 就是要转变 平常是老师看着你的那个方式 好 那最后我们请教一下气管的老师 就是说这个部分 您在这个教学上面 有没有一些回馈或分享 我觉得就是变成现场教学之后 它的变化更大 那还有就是说 因为我教的主要是创新 那创新对有些学生来说的话 就是他觉得稍微难 不是一下就能够跟上 但是如果是我把它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就把它录下来之后 有的学生还看了三遍 那看了三遍之后 他再怎么样都会记得了 特别是有些学生 他在做作业 做一做再看这个影片 就会印象就会更深 所以就变成是说线上教学 因为你也可以同步录影 或者是非同步录影 所以他对时空的限制的部分 就受到了更小 因为我有不少的学生的话 是在军营里面工作均职人员 那平常上课的话 可能有一半的人来 一半的人没来 没有来的人 并不是说他不认真 他在别的地方认真 因为他在执行国家的任务 不能来 但是变成线上教学之后 我可能就是可以有留下了一些影片 那这些影片 他就随时 因为他总部执行国家 但我们不会 一个礼拜都没有休息 所以他就可以调配他自己的时间 来看这个影片 所以我也曾经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有学生 我正常上课的时候 他都没有办法出席 但是变成线上学校 放影片之后 就要看学习的记录里面 他观看的记录 还有做作业的情况 比他的同学 可能还要多 那这个的话 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效果 就是现场教学 没有办法达到的 对 我确实在这一波当中 我们也在教学领域里面 去不断去发现 就有些东西 真的是不是我们想象的 你不要以为 在荧幕面前 学生不会认真 有些学生反而是相对认真 好 在上课中 其实我也有分享 我自己对创新的看法 就是超前部署滚痛式检讨 其实我觉得 不管是老师的学生 我们在面对各种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这一阵子不都在做这件事情吗 你看那学校就很快的 然后宣布大家 然后我们要做 做这个线上课程 然后大家就不断的 然后家里没麦克风 我就买麦克风 没镜头买镜头 然后开始去录制 然后我们就开始不断的调整自己 好 今天很开心能够跟三位老师去分享 这些科技的这些新的东西 你们看到 以及在教学上的一些回馈 然后也谢谢大家 带领我们在各种不同领域的 这些教学的经验 那也期待有机会再邀请 我们就一个一个老师再邀请到我们节目中 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宝贵的经验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这三位老师就先到这里 我们等一下还有三位老师精彩的分享 谢谢大家 我们接下来又来到了不同的老师 也不同的系所的单位 我先让这个三位老师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先从我们的淑蓉主任开始 好 直北镇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休闲系廖淑蓉 很高兴有机会来上这个节目 那一直以来都是我约黄老师到课堂来 今天很开心有机会来上你的节目 太开心了 换我来邀一下 好 我也要来邀一下这个萧老师 来萧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直北镇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明星科大旅馆管理处理创新的老师 那我现在也是编部注册组组上 那很开心可以上直北镇的节目 然后跟各位听众去分享我们在明星的一些事情 好 谢谢夏老师 来 陈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好 各位听众好 我也是休闲系陈永杰 陈老师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上这个节目 同时也分享的这几天 或者是这个所学的 或者是将来可能会运用到的一些科技 谢谢 好 今天这一期节目 我们主要是来探讨一下 创新科技 也一些在各位教学上的运用 主要是各位这几天 我们转换了身份 从老师又变学生了 然后来研讨一起研习 这一点我非常佩服大家 也言夏日不单要做研究 也要好好的努力充实自己 那我想来那个第一个问题 这几天我们有一些创新科技的一些新的运用 我们从熟龙老师开始 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哪一些的课程内容 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你最难忘的部分 或你学习最多的部分 好的 这几天创新课程 其实有很多是学理 也有很多的应用 那我自己印象上最深刻的 就是今天的课程 太开心了 我通常很期待这件事情 没关系 你都可以分享 对 拍一下麻痹 好 就是 其实这一阵子疫情期间 那我们很多老师也是 都在做线上课程 那我觉得线上课程 就好像是 今天的这个 资北珍的广播一样 就是你的学生 好像就是你的听众 那你在企划一个节目上的主持 那大多数的学生 其实是没有镜头的 他大概就是会打开 不是 他有镜头 他也不开 或许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感觉好像就是 在做一个podcast的 一个节目一样 现在当老师 越来越难 你这个上课 除了备课之外 备课完之后 在上课的现场 还要把自己当作一个活动 跟节目企划 自己就是制作人 制作那个50分钟 或者是100分钟的节目的 对啊 的确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找 这个 就是看到课程里头 有这样子的podcast的 一个课程内容嘛 所以我就觉得 相应到之前疫情期间 的一个课程 就觉得这个部分 不管是从受众啦 或者是不同的类型啊 或者是有关于 学生喜欢什么 可以有很多反思考 那作为后续的一个课程 上面的一些参考 很棒喔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随时在滚动式检讨 看看自己怎么样可以更好 我们的学生 可能一个班有50个人 可是我们不用50个人 都非常专心听 但至少我们也想办法 找到10个20个TA 是愿意听的 我们就要用那种 节目行销的概念 去往前走 我说现在老师越来越难当 邱老师有没有觉得 邱老师现在要汇了东西 真的很难耶 你看现在还要想办法 学当播客 当直播主 当网红有没有 有 真的 我在想说 因为我跟 老师同老师一样 我们都是有行政组 尤其现在是招生的旺季 我们其实是花 特别挤出时间来参加这个活动 当初我会想参加这个活动 是因为它很多主题 真的非常吸引我 尤其是在 创新科技这个部分 尤其跟我们服务产业 有很多 不管是幼儿休闲 或是我们的旅館 或是乐福这个产业 我觉得这个真的对我们老师而言 能够参加这个研习 真的是赚到了 那我大概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这六天的一个 研习活动里头 我最开心的就是有很多 除了理论应用之外 还可以让老师们亲身下去体验 你读说你现在正在录音 对 我现在正在体验 就如熟龙老师所说的 真的今天的Podcast 真是对我而言 真的是比较可以受用的 尤其就是 我也负责我们系上的招生活动 我觉得说我可以把这个Podcast 以后可以应用在我们系上的 一些招生活动 放心 我们下学期经常会见面 来来来 有问题就直接丢过来 我随时可以帮忙 好 那我也会把今天的一个 实际的体验可以持续到未来 我希望老师就是今天学了之后 一定要学以自用 就把自己当成是学生一样 老师不是只是永远的老师 老师要把自己当成是永远的学生 那就是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 那虽然我们都已经在明星很多年了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的学生真的非常幸福 来明星科大师 有没有听众朋友 有没有听到 你要去一个学校 要选择一个学校 你不是选择那个学校的光环 你要去看学校老师有多认真 有认真的老师才会有 让你学习的东西 这我想永远老师应该也成 前阵子我们也一起参与您办理的这个比赛 也很辛苦 没有 这个 我觉得这个 夏老师还没讲完吗 我的部分已经差不多了 好 我想 我就是有这种插画王的功能 你知道吗 我想 Podcast真的是很好的体验 这几天 除了刚刚廖主任 廖苏隆老师讲的是说理论 还有食物 我想最重要 透过这几天的课程 让我想到就是说 我们怎么用科技的方式 让引起学生的兴趣 那科技的方式的话 能够让他们对未来也好 或者是我们对系上的 刚刚我们的院长有讲智慧服务 怎么去导入 我想现在的学生 大概这个三系的产品都用很多 但是怎么是好好的去应用到 我想除了是我们老师本身的话 还有就是学生 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个 现在我们所学的来告诉他们 甚至是说实际的去运用 刚刚有讨论到 就是我们用Podcast的 这样这种方式 让学生自须体会 尤其是我们科技大学的学生 通常就比较被动 那他们可能比较害羞 那害羞在别人的面前 但是透过这样的练习 可以除了训练他们口条的之外 慢慢建立起他们的信心 同时也让他们也知道 来明星 你会有将来 会有新的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你会有新的一种体验 明星明星 明天最新的东西 都在我们的现场 来 时光主任 这个疫情期间上课 真的有一些不容易 那这段期间 在你上课的这些 科技的工具导入 有没有什么需要 跟大家分享的 分享 比如说学生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学生 我们老师在聊 就是在线上的时候 会很怀念实体 然后学生回来实体以后 就觉得还是线上好了 所以这句话 其实某种程度在说的是 其实实体有实体的好处 相对有一些互动 有一些的温暖 但是线上却有很多的一些弹性 然后也让学生觉得很方便 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可以感觉得到 网课的部分 其实学生参与率比较高 对 那这个就克服了一个 时空上的一些限制 那至于呢 在上课上 有时候学生开镜头 有时候不开镜头 开镜头的时候 也曾经发生过一些 很好玩的事情 就是我说 你需要跟他有一些的互动 那我就会cue他 某某同学打开镜头 他就真的打开镜头给你看 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五花八门 有些人在边开车边听课 你有什么看到什么不该看的 来分享一下 对 他有一些的就裸露上半身 对 我反而叫他 好好你关镜头 天气热 家里学生不好意思 就没有钱开冷气 所以我想某种程度 其实上课也是可以变得很多元 很有趣 那你可能需要巧妙性的 安插一些所谓的小助角 然后带动一些互动 那开镜头也好 不开镜头也好 至少我感受到的就是 他有在following的课程 这是我觉得 那位同学 他可能在实体课的时候 他其实还不常出现的 对 我也有常常感觉 我根本没看过你 可是他会在画面里面出现 所以我想 其实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当然就是我们自己老师 要增进一些 在教学技巧上的一些互动 科技的一些导入 那最好的一个课程 就是如果能够有一些实体 然后又有一些网课 穿插在做一些的教学 这样子或许就可以兼顾 实体课程的温暖 我觉得未来的趋势 可能就会这样子 其实大家以后会去分析 说哪些课程是网络上课 会比较有帮助 那有些课程 像刚刚有问到的 运动促进系的老师 我都很好奇这种现场体能 像我接下来 直接就cue到小老师这边 吕厨系你们那个怎么弄 你们那时候 总是要有一些现场的 这个中西餐什么的 那个怎么办 对 那个说书人提到了 就是我们比较要克服的是 那个应该是说要实作的课程 那我还好 因为我都是比较理论的课程 那我也问过我们实作的老师 他要怎么样是进行 进行他这样子一个实作 那大部分的老师 可能他也只能 就是demo demo之后再要求学生再回馈 那当学生要回馈 他们的影片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真的是 学生要利用很多科技的产品 他才能去呈现这些影片 那反而就是说 这些科技的应用 可能不是出于老师去教他的 他是为了要完成这个 就额外还要多 额外他自己要再去学习 为了要完成这个作业 那有些学生会说 反而我在远距教学的时候 虽然老师没有教什么 那反而作业变多了 这是一般同学会说 老师怎么作业这么多 每一个老师都是要求 我们要教作业 可是这个时间 就是学生要去思考 他怎么去完成作业这一件事 对 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 发现学生在适应 这些不同的教学方法之后 他们也有调试的那一块 就是说真的作业会变多 因为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上课 所以就要有一些回馈的机制 那我觉得有一些老师在上课 像我有看到陈鸿老师在上课 因为我跟他一起开这个课程里面 我就发现说 因为他比较不是实作 比如他教品牌传播这件事情 他也会教大家 疫情期间一些养生的菜单 或者是养生的料理 来跟大家分享 但是他会找一些网路资料 来给学生 这时候学生他就必须去念 去读才能够做一些回馈 其实这个是不同的学习方式 也是过去我们当老师 没有特别想到说 上课不会用这个方式 可能又一个东西跑出来了 对 没错 而且我们最难的是要确认 这个是不是学生自己做的 然后是不是上线的是他本人 对 这是我们比较难克服的 就是我怎么去确认这个学生 真的是在我课堂上的学生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远距的时候 突然会有一个名字跳进来 是不认识的 然后我就会问说 你是哪位同学 就是他这个课程不错 还有人想办法挂进来听 勇杰老师会有这些困扰吗 你在上课的时候 那是相同的 因为每一个人用的上号 都不太相同 所以有时候就实在不知道 所以在远距教学的时候 我特别跟他们讲 请你一定要写上你的姓名 对 这个倒是有一些辨识上的需要 对 那这样子 可是我刚刚也同意 廖主任讲的是说 Q他 反而有些同学 在平时我刚刚讲是说 来明星的同学有些他比较被动 他可能从后端当中你看不到他的时候 他很愿意 对 他用文字上也好 或者是用我们在讲话的也好 而且我同学有反应了 因为我们因为是在网上 然后我们教作业都必须透过一个Tron Class的系统 所以说他们有常常有时候他们 因为我们老师都会在Tron Class 就是都会设立最后的时间 反而他们常常有时候回去 所以有时候在上课说 记得下个礼拜教 他就自己知道 什么时候几点 这个也是一个科技 我刚刚讲的科技辅助 我觉得系统的辅助 刚刚有老师分享 我觉得很棒 就是那个吹脚系统 我后来发现真的蛮好用的 就以前我们要吹脚 我都还不知道怎么 老师说打电话去吹脚 我想说现在老师真的是照顾真好 可是真的也没有办法那么的一个一个 所以一个系统发通知兴趣 真的有效 尤其是告诉他你在部教 你这学期可能会有事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是效果蛮棒的 其实简单来讲 我们最后我们做一个小结论 以上我们听了大概总共九位老师的分享 其实明星科大也老师非常认真 不但地扩充自己这样子一个创新的科技的工具 同时也导入在教学 也在这一两年疫情里面 因为科技工具的导律 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心法 有些人觉得有些学生变认真 有些学生出现 但是我觉得总是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去用工具 我们不要被工具运用 然后这一阵子大家也都在滚动式检讨当中 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法 好 今天这一节目非常开心 我们访问到 这个应该破天荒 全台湾应该只有我这个节目才有 一致可以访问九位教授在一集节目里面 去谈这些科技工具的创新跟教学的运用 那之后我们新的明星科大新的节目开台 我们就要好好的细节的去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各个不同领域的内容 也期待三位老师有机会再到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 好 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咯 谢谢大家收听东南西北指方向 找故事 真人生 直北真一起 美好你我的人生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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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eful ли